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网关专家》5月9日报道 2020年大选的结果 再次没有得到证据的支持 上星期公布的 《玫瑰人口普查》数据 对2020年大选的官方票数提出质疑 作为人口普查的一部分 政府收集了自称 在总统选举中投票的公民的数据 显示在2020年大选中投票的人数是1.5400万人 但官方计票结果显示 实际投出的选票数量略高过1.5800万人 这是近400万票的差距 律师罗伯特·巴欣斯·罗伯特·巴欣斯·罗伯特·巴欣斯 在数字内幕节目中说 从历史上看 人口普查倾向于把记录的票数 和实际结果对号入座 这两组数据往往是合理匹配的 报道说巴欣斯的说法是对的 美国人口普查局在2008年的结果 几乎是准确的 略微小报了20万张 现在有多个数据标记提供了选举结果不合理的证据 例如我们看到图上的显示 报道表示 这是大媒体和大科技公司不会分享的东西 他们几个月来一直在为这场选举作掩护 这真是一个恥 据中共央视报道 5月11日上午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将举恒新闻发布会 介绍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 包含9项关键数据 不过多方信息显示 真实的生育率等情况并不乐观 对经济陈生深远影响 据法广5月9日报道 长期关注中国人口政策的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言指出 中国的外交政策 经济增长率 各种社会政策 都是根据14亿人口来规划的 但是 中国根本没有14亿人口 甚至不到13亿 这意味着各种社会 经济 教育 国防 外交等 根据的都是错误的人口数据 也意味中国过去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 早已经没有必要了 这对国家的公信力是很大的打击 各项政策也必须相应调整 其他国家的对话政策也需要调整 比如 林毅夫和胡安江在2011年根据错误的人口数字 推算中国经济 很快会超过美国 到2030年可以达到美国经济的两倍 到2049年达到美国的三倍 这些预测令中国领导人和决策者非常兴奋 相信中国很快会超过美国 他们据此作出了战略扩张政策 对外援助 一带一路等政策都是根据以这些虚假的人口数字 为基础的虚假预测 如果中国人口速度老化快 中国经济增长率 终会不断地快速下降 这样 中国目前已制定的各项增长目标 可能就难以实现 政府就面临债务危机 此前 一些地方政府都在收高铁等等 固定投资很多 给人一片发达的感觉 但如果人口老龄化严重 这些新收的高铁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 今后都可能面对债务危机 目前中国生育率持续走低 不少地方政府披露 当地出生人口 较2019年下降10%至30% 另据中共公安部的数据 2020年新生育登记数 交2019年大幅下降約15% 亦就是出生人口下降超过200万 中共国家统计局 4月29日 却宣布人口继续保持增长 但多方消息显示 中国可能出现60年来首次人口下降 美国司法部外国代理部门的资料显示 新华社美国分部 在上星期三 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FARA提交登记 成为继中央电视台 CCTV 美国分台 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同受中共宣传部门监管的英文报纸 《中国日报》 《China Daily》后 第三个成为外国代理人的中共国营媒体 《华尔加日报》曾在2018年报道中披露 美国司法部下令新华社和CGTN 登记成外国代理人 之后 CGTN在2019年2月完成登记 新华社就拖延到2021年5月5日才登记 FARA的文件显示 从去年3月至今年4月 新华社北京总部向它的北美分社 支付了超过860万美元的运营费 新华社北美分部在纽约、华盛顿、自加哥、 洛杉基、尤斯敦和旧金山设有8个办事处 至2011年以来 新华社在纽约时代广场 造任了一个巨大屏幕播放宣传广告 被称为中国屏幕 今年2月 该屏幕播放广告 敦促人们团结起来抗击大流行病 同时宣传中共政府 在全球范围内打击中共病毒的努力 但同时中共正因为世卫调查人员到武汉调查病毒来源 被爆拒绝提供关键数据 而被各国批评 根据新华社上交的FARA文件 该媒体在去年3月至今年5月期间 支付了超过13万美元的 未具名的传播通讯费 并没有说明这些费用是支付给谁的 前新华社记者 加拿大人马克·鲍瑞 Mark·鲍瑞说 他在2010至2012年 担任记者期间 曾被新华社利用来收集 海外的政权批评者的情报 有一次 他被要求准备达赖拉拉玛 在厄太华新闻发布会上的记录 还被要求找出达拉 在与加拿大时任总理 史蒂芬·哈柏的私人会晤中 讨论的内容 鲍瑞对《大纪元时报》说 当他们去参加一个 为期两天的西藏问题会议时 他们拍下一切 抄录一切 这些记录不是用来出版特别的新闻 而是给中国情报部门 日本自卫队美军法军 预定11日至17日 在日本九州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这是法军首次参与日本境内的联合军演 法国海军的两栖攻击艦 9日上午进入九州长期远的佐世保港 日本长期放送NBC报道 法国海军两栖攻击艦雷电号 和速科夫号潜艦 9日靠拍长期远佐世保港 托纳2号全长约200米 最多可搭载18架直升机 是扮演水鹿两栖作战核心角色的战艦 这两艘法国军艦将参加11日起 在九州岛及周边海域 举行的美日法三国联合军演 由于长期怨目前疫情确大 这两艘法国军兵将留在自卫队基地内 不会在佐世保市的餐饮店用餐 报道说在三国联合军演期间 法军官兵可能会在佐世保市 商铺住村地和日本自卫队的水鹿两栖 机动团进行联合军演 据Newsmax引述 《华尔街日报》星期日报道 梅达林·蓋茨开始着手和比尔·蓋茨离婚的部分原因是 担心她的丈夫和被定罪的性犯罪者 揭罰里·埃博斯坦的交易 事实上她在2019年10月就开始和离婚律师合作 当时比尔·蓋茨和埃博斯坦的关系开始浮出水面 消息人士告诉《华尔街日报》 梅林·蓋茨对他们的婚姻 和她丈夫与埃博斯坦的关系的担忧 持于2013年 她说 这段婚姻已经破裂得不可挽回 《纽约时报》2019年10月报道 比尔·蓋茨曾多次和埃博斯坦会面 有一次还在她位于纽约的联牌别墅 流到很晚 蓋茨的一位女发言人当时表示 这些会面主要是关于慈善事业 2019年8月 埃博斯坦在等待联邦指控的审判士 死于监狱 这些指控是关于她的性交易 以及性侵未成年少女 比尔·蓋茨夫妇的离婚 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谈判的 涉及到法律团队和调解完一些工作 和他们巨额财产的分割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的数字 比尔·蓋茨的财产高达1,450亿美元 德国电视一台 5月9日以共同对抗中国为提称 欧盟27个成员国领导人 5月8日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视频会议 双方同意恢复至2013年起各自的自由贸易协定初商 据悉 莫迪本尼计划亲自到葡萄牙出席今次峰会 但由于印度新冠疫情持续恶化 双方决定将峰会转到线上举行 欧盟和印度在对抗中国上存在共同利益 对于中国的影响力确张 布鲁塞尔和申德里不能就手旁观 为此 欧盟和印度同意重提初商 已达成一项全面无利的贸易协定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因会后称 今次欧盟和印度峰会是双方关系的里程碑 欧盟和印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仍然有很多潜力有待开发 其中最大的潜力在贸易和投资领域 彭博写称 欧盟和印度 此时高度宣布重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正值欧盟和中国关系与冷之制 欧盟和中国之间的中欧投资协定 目前存在被各自的可能 在这个背景下 尽管欧盟和印度在 著多经盟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但双方都乐意达成这项协定 路透社说 当中国从欧盟国家的良性贸易伙伴 演变成不断强大的竞争对手 欧盟开始将合作的目光转向印度 各印度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稿 双方还签署了一项 全面互联互通伙伴关系计划 增强双方在数字、能源、 运输等领域的联通性 该伙伴关系将以社会、经济、 财政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为原则 以国际法和相关协定为基础 强化协同效应 支持人泰等地区国家的互联互通计划 印度《经济时报》评论称 这项互联互通计划 未来将向印度、非洲、中亚国家等提供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替代方案 相当于将了中国一军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 亦称上述计划意在应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美国海军在近日的一次演习中 首次用无人机群摧毁了一艘水面舰艇 《新头鹤》引述美国大众新闻指 美国海军此举是向中国释放信号 因为中国正开发分层导弹和雷达系统 以使美国飞机和军舰无法进入南中国海 报道称 美军演习肖肌肉 无人机群首次摧毁艦艇的行动 是上个月在加州海岸附近进行的 无人系统综合战斗问题21演习中进行的 无人机群摧毁的目标 由一艘无人驾驶船隻识别 集击目标亦是导弹驱逐艦 约翰·芬恩号发射SM-6 反射导弹针对的敌艦 最近的演习 尤其是群集击 表明美国正在准备作出回应 无人系统允许采取军事行动 而不会冒着士兵生命的危险 也不会造成人员伤亡升级的危险 和导弹不同 群集击具有可扩展性 可以升级到任何级别的冲突 参加这次演习的无人机群的大小 类型或数量都未知 但是海军先前的很多工作 都涉及雷神公司的土囊 Coyote无人机系统 这是一种13磅重的管式无人机 现在标配群集功能 还可以攜带电子战装置或可爆炸的弹头 海军的一个项目 Low Cost UAS Swarm Technology 先前已展示了 多达50架土囊无人机的群Swarm 容易协调它们的进攻 报道称 这种战术是通过向对手 C加址无法应对的更多攻击 使它的防御不堪重复 低成本是关键特征 小型弹头可以击落雷达和其他重要武器系统 而将那些大型目标交给大型武器去攻击 这种战术理念是 通过对趋弱点进行多次精准打击 这种群也可能会对对手 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好了 这一节的越南新闻节目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小铃铛订阅 或分享给你的朋友 也是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 多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会